東部戰區空軍司令在清洗軍隊之際換人 江澤民馬仔末代鐵道部長盛光祖接受法院庭審 中共公安部放鬆大城市落湖限制 中國大陸洪災亂象頻發 酒店乘機加價高速公路排隊收費 特朗普認數之後表示 這日是美國悲傷的一日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8月5日星期六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我是雪兒 就在原中共火箭軍高層全部出事之際 大陸媒體證實 東部戰區下核的空軍也在近期更換了司令 東部戰區領導著東南五省和上海市的武裝力量 核區的空軍是中共針對台灣的主要攻擊力量 近年來執行武力恐嚇騷擾台灣的主要空中力量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 空軍上將吳俊寶在近期接替黃國賢擔任東部戰區空軍司令 吳俊寶中將軍銜曾經先後擔任軍改前的南京軍區空軍航空兵 某司參謀長、司長、空軍上海基地司令等職 從2018年開始擔任中部戰區空軍副司令 直至近期升任東北戰區空軍司令 一些軍事觀察家認為如果中共在台海發動大規模戰爭 火箭軍的導彈部隊和東部戰區的空軍 將是中共首先使用的打擊力量 今年4月東部戰區空軍曾出動預警機、轟炸機、戰鬥機等空中作戰力量 進行以攻擊台灣為主題的軍事演習 當時東部戰區的官方宣傳系統發佈帶有挑釁意味的聲明表示 東部戰區將會繼續在台灣周邊組織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 東部戰區的空軍轟炸機將會執行對陸地目標打擊任務 一些評論人士認為 沒多久之前火箭軍高層全部出事 驗證了習近平和軍隊高層之間缺乏互信 而新任東部戰區空軍司令吳進寶受到重用 表明他至少現在是習近平信得過的人 8月3日最後一任中共鐵道部部長盛光祖 受賄案在陝西中級法院一審開庭審理 中共當局指控他靠海關吃海關 靠鐵路吃鐵路 中共指派的檢方指控盛光祖 2004年至2002年利用擔任海關總署署長、鐵道部部長 以及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經理等職務便利 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企業經營、項目承纜、職務晉升、工作調整等方面 謀取利益、直接或通過他人非法收受財物 總計將近6千萬元人民幣 庭審最後法庭宣布休庭、摘其宣判 聖光祖在2021年3月落馬 同年9月中紀委發布消息 他被開除黨籍而送檢察機關起訴 官方通報稱聖光祖理想信念喪失、政治意識淡漠 對抗組織審查、熱衝迷信活動 在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為他人謀取利益 對親屬失管失教、縱容 默許親屬以像拒職務影響謀取私利 通報還說聖光祖將公權力當作獲取私利的工具 靠海軍、食海軍、靠鐵路、食鐵路 用人腐敗和用權腐敗交織 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企業經營、項目承纜等方面謀利 並非法收受巨額財物 成光祖曾經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派系的鐵刊馬仔 2021年2月另一位江派馬仔 試任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因為貪腐問題落台 聖光祖接替了他的職務 成為中共鐵道部最後任部長 在聖光祖任內曾發生2011年溫州動車事故 就地掩埋脫軌的動車車廂事件也是在那時候發生的 官方聲稱這樣做是為了更好的善後 當時鐵道部發言人為事件辯解的時候說了一句話 說至於你們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已經成為了網絡流行語又清高鐵體 2013年鐵道部被中國鐵路總公司取代 成光祖出任首位總經理兼黨委書記 2016年卸任後調入中共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 出任副主任委員 2019年中國鐵路總公司改名為 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 屬於國有獨資企業 到今年4月 國鐵集團披露的2022年度和2023年一季度 財報顯示 該集團去年正規損約700億元人民幣 而總負債已經超過了6萬億元 中共公安部8月3日公布了一項 服務保障高質量發展措施 共計26條包括全面放鬆大城市落戶限制 調整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等 公安部此舉因發文中對當局試圖 藉此托樓市搶人救經濟的議論 一位支付用戶說 首先大城市落戶條件 根本就不是公安部說了算 其次所謂放寬條件 無非是因為城市人口下降 原先的低端看上去也沒那麼低端 近年來 中共實施的人口管理政策 體現出單向流動的特徵 引導農村人口流向城市 從小城市流向大城市 它的主要目的是 為了完成農村城鎮化 將更多農民從土地中剝離出來 一方面是為城鎮化騰出更多的土地 以便地方政府能從土地財政中獲取 另一方面將教育、醫療等和民生息息相關的資源 都和地產捆綁 令更多人流向城市 為工業化提供人口紅利的同時 支撐城市的發展 和托起一直在上漲的樓價 最終支撐土地價格的上漲 但更多人批評中共政府的這種做法 是為後進城的年輕人套上了重重的枷鎖 他們表示 放寬落戶條件看來是主動的行為 實則是被迫無奈之舉 當人口不足以支撐原有的發展模式的情況下 不是想想那片發展模式 而是選擇搞盡老汁 將更多人口紅利輸入大城市 實際上是一種確摘而餘 飲浸止渴的行為 在中國大陸洪水滾滾之際 社會亂象重生 莊民避難時 酒店乘機加價 居民連夜撤離時 被塞在高速公路收費站 要求逐個拿卡通行 民間救援組織 因為沒有政府邀請函 而沒有法治進入災區施救 什麼亂象都有 8月3日 大陸傳媒報導稱 河北鳥州市民李恒透露 因為洪水來襲 他和家人去臨近的高碑店市被難 在酒店住的時候 第一天的價錢是120元一晚 第二天續費的時候 就被告知價格變成150元一晚 報導稱 李恒認為這個是乘機加價難以接受 直至要投訴高碑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之後 多收的錢才被退還 有民眾認為 雖然不是特別高的價格 但現在是洪災期間 這樣做有些趁火打劫 還有人回憶在疫情期間 口罩價格漲了幾十倍 也沒有政府部門出面干涉 在洪峰到達河北省白溝新城前夕 8月1日深夜到2日凌晨 大批白溝新城居民收到撤離通知 但當他們開車離開小區的時候發現 從城區到高速公路收費站全程 塞車情況非常嚴重 車龍有幾公里那麼長 有人自述 塞了4個多鐘還未出白溝 造成嚴重塞車的主要原因 是收費站的工作人員 要求每輛車逐個拿收費卡才放行 逃命關頭卻被塞路收錢 是法國難財 當地高速管理部門宣稱 因為沒有接到上級免費通行的通知 又稱白溝新城主城區只有這個出口 帶有20多萬人疏散等等 據南方週末8月1日報道 多個民間救援組織前往河北奪州 但因為拿不到當地政府發的邀請銜 而沒有發指前行 因為救援隊被要求拿到救災當地 救援隊屬地的邀請銜等 才能前去救援 在輿論的壓力下 瀑州市應急管理局宣稱 已經緊急發出了部分邀請銜等 瀑州市武裝部2號改口說 對一切進入災區的專業救援開綠燈 並強調急需衝鋒舟、衝鋒船、藥品和救生衣等物資 在中共政府取消清零政策 並且重新開放邊境半年之後 幾乎沒有國際遊客來中國 分析人士認為 這是中共與西方脫勾的另一個跡象 可能會產生長期的負面效應 今年第一季度 在全國範圍內 只有5萬2千人次通過旅行社去中國大陸旅行 這是有全國數據以來極為罕見的現象 而2019年第一季度有370萬人次 上半年到訪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的遊客數量 同用急劇下滑 不及2019年疫情大爆發前可比數字的四分之一 同往年一樣 今年有一半遊客來自台灣、香港和澳門 而不是美國或歐洲等西方國家 半官方的中國旅遊協會理事 超千惠 在5月一次講話中表示 來自歐洲、美洲、日本和南韓的遊客數量都在大幅下降 《華爾街日報》報導稱 遊客欺缺也可能導致對華投資減少 據研究公司榮鼎集團的分析 第一季度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降至200億美元 而去年第一季度為1000億美元 中國美國商會的一項調查顯示 現在是25年來 中國首次不再是大多數美國公司的前三名投資重點 而且幾乎一半已經進入中國市場的公司 沒有新的投資計劃 外國投資和入境人數下降之際 中國經濟停滯不前 房地產市場低迷 青年失業率創歷史新高 令人越來越擔心中國可能陷入通貨緊縮 與今年前三個月相比 第二季度中國經濟幾乎沒有增長 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時間8月3日 結束出庭認數後表示 這日是美國悲傷的一日 在華盛頓特區關於1月6日案提審聽證會結束後 特朗普登基前在雨中對記者說 這日對美國來說是非常悲傷的一日 開始經過華盛頓特區也覺得非常悲傷 他補充說 你看一下正在發生的事實 這是對政治對手的迫害 這個在美國是不應該發生的 這是對在共和黨初選中以非常非常大的票數領先 並且大幅領先拜登的人的迫害 特朗普在登基前沒有接受記者提問 但他對面臨的四項指控表示不認罪 特朗普正在競選共和黨2024年總統提名 並在共和黨初選選民的民意調查中 一直以兩位數的優勢大幅領先 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體平台上寫著 我被我的政治對手逮捕 而他 狡猾的喬拜登 就在民意調查中輸了給我 這個是非常美好的一日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我是雪兒 下個禮拜見